但是经过了这一次的罢免案 不一样 他四个咖了 他四个咖了 这种一个人的武林 一个人的战争 居然可以打到7.7对7.3 7万7千票对7万3千票 你说他还不是个咖吗 他是被罢免的人 他可以冲出7万3千票 我反对被罢免 那你说他是不是个咖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韩国瑜跟陈柏惟最不一样的地方 年轻嘛 韩国瑜比他老那么多 陈柏惟年轻 陈柏惟这次在台中被罢免掉 他的未来的路其实并不窄 他被罢免有反对7万7千票的底气 他如果回到高雄选议员 就是将近一半是反对的 也就是说我特别要提出他来讲 因为韩国瑜被罢免是票数悬殊 然后他接着也几乎是淡出政坛 那对于一个被罢免的陈柏惟来说 必须淡出政坛 还是结果完全不同 完全不一样 因为陈柏惟年轻 而且他们是个小党 刚刚开始出现了小党 所以他的未来是弹性很广的 谁敢忽视他 所以他未来会变成一个 任何一个地方的预备队 他哪里都可以选 然后激进党会因为陈柏惟这件事情 让全国的人民认识他 哎呦 本来不知道有个台湾激进 全国知名度了 都知道了 他的知名度不再是一个小小的党 他是一个 足以跟国民党跟严家 在台中第二选期 PK到7.7对7.3万的一个党 谁认为他是个小党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真的是赢了面子 输了理直 那未来三个月 刚刚正好说30天 不是哦 说不定是将近90天 他是三个月之内 那到底国民党未来 他希望要把这个战争拖到越长 还是拉到越短 如果说颜宽恒未来要参选 这个补选拖三个月 对严家有没有利 对严家有没有利 拖得越长 被检视的时间越长 对 可是越短呢 措手不及 为什么 在越短热头上 我就讲 如果激进党没有选 如果民进党没有派人 如果是民众党派人出来 那就热闹了 那就热闹了 那是仇恨加上讨厌国民党 那你这一区颜宽恒要怎么选 所以我说 这个国民党现在在第二选区陷入了两难 我要数战数学 还是要拖到90天 最后一天 你两个都有难处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我说朱立伦只高兴了一个晚上 隔天他发现不对 这个棋下去怎么样 因为国民党他要了什么 他并不是真的以罢免陈伯为他的主要战功 他的目标是年底的倒阁 他的四大公投要过关 把孙昌给PK掉 把它给解决掉 实在是国民党的终极任务 可是你把这个战线拖到这么长 你从现在开始 你后面临场走还不要走 临场走不走 你后面四大公投怎么走 所以战线拖得越长 你反而人家说兵贵胜而不贵久 你把战线拖了这么长到年底 国民党到底有没有这么长的战斗持续力 让所有的党员深蓝这样子抄下去 这次国民党铺天盖地的要罢免 基金党立委陈伯伟 有人说呢 对基金党来说 这是小虾米对上大鲸鱼 我们要连线基金党新闻部主任张柏阳 不要怎么样看待这次的这个罢免结果 关于这次的罢免案 首先我还是必须要透过这个节目来 向所有在这场罢免案当中 关心博伟 支持台湾基金支持博伟的朋友们 所以是很谢谢 那这一次非常可惜 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手下 博伟这一席立委 但是其实台湾基金 从2014年到2021年 我们多数的战役 通常我们都是以失败收场 那其实我觉得重点是说 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失败当中去学习到 关于一个小党在这么一样艰困的选区里面 当然经营上一定会有困难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 那反而是说我们 有没有去学到一些东西 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补选 甚至是台湾面临到的 这个四大公投里面 我们能够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其实我们当天 虽然大家都蛮难过的 有些年轻的干部 真的是当天哭得非常惨 不过在隔天之后 其实所有的接下来 包含说补选的布局等等的这些 其实都开始在动作 那我们现在也密集的在讨论说 那接下来的补选 我们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激进自己提名 那或者是说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 那还是说有其他更适合的人选 能够在这个地方 来担任这个补选立委的一个角色 那不管到最后 我们提名的状况是怎么样 其实都还是会以一个最短目标 也就是说不要让地方的家族 能够透过一个不对等的资源 或者是说大规模的抹黑 这样子的方式 来重新获取他在地方上的这个政治的位置 我想这个是我们目前在罢免案结束之后 整个党现在最专注的一件事情 博洋你们有预期到这一次的 就是反对这个罢免的 可以拿到七万三千多票吗 这是你们预期中的吗 其实不管是同意还是反正 不同意都 有点超乎我们的预期 因为其实说真的在选前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民调一路来看的话 并没有过门槛 并没有过门槛 那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地方的这个地方的 不管说家族还是派息 他的组织动员能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坚强 那他所动员出来的票数 其实超乎我们的预估 那我们自己的这个统计资料来说 我们自己的这个评估就是说 大概过中午的时候 过中午的时候 其实投票率大概三成多一些 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他就瞬间冲到四成多 那很明显是可能 我们在猜测说 可能会不会是 对方其实在中午看到这个投票率之后 下午就开始一通一通电话打 或者是说去 就是开始去选民出来投票 进行这个吹票的动作 那相对的对我们来说 因为小党资源比较少 在这个地方 其实要做地方 大规模的这种组织动员的话 我们会比较失窥一些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 努力的在这两年的经营当中 想要去达成的一个成果 就是说让我们的组织动员性 可以再更强一些 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达成这样子的目标 所以我认为 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 所以不同意或同意 其实两边都超乎我们的预期 是 因为就蓝银的角度来说 他们也是赢得相当的惊险 所以你们会觉得 你们一个基金党 这样一个小党对战 国民党这样的大金鱼 我觉得到选举结束之后 我们还是只有感谢 就是说非常多的人协助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部分是 可能他不属于绿营的票 是所谓的中间选民 那他们也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愿意再一次的支持陈柏惟 然后支持台湾基金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感谢 博凰你刚刚提到补选 那基金党在中央选区 是不是也会继续提名人选 来参加补选 其实只要是台湾的民主需要的地方 或者是说能够让我们贡献 一己之力的地方 我们绝对是无意不语 那因为目前的话 就是包含我在内 我跟执行长雨珍 其实我们都并没有参与补选的资格 那所以我们目前还在积极的讨论当中 看是谁来参与这一次的补选 那不管是用任何的形式 比方说激进自己提名 还是支持民进党的人选 或者是说有其他更适合的人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不会来缺席 那可以很肯定的就是最大的目标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阻止地方派系 跟国民党的合作 在海线这个地方 再次的去巩固 所谓的这种家族势力 我认为台中激热选区在2020年的时候 已经成功的进行了一次的 时尚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典范 必须要持续让它延续下去 所以这个补选的部分的话 目前正在积极的这个讨论当中 那一定不会缺席 所以还会继续跟民进党互相讨论 那这外界关心有关承播的下一步 你们是会怎么样的安排 其实目前的话 因为我们在选战当中 受到非常多人的帮忙 所以其实在这个投票完之后 那博伟接下来会开始进行 在地方上 然后在这个 也算是所谓的感恩之旅 然后因为一个一步一步的 要去跟很多帮过我们的人 来跟他说声谢谢 那可能是吃个饭见个面这样 那而且加上博伟其实说真的 他在国会 他还有任期 其实还有一个礼拜的这个立委 那我们认为说 其实就是有始有终 还是要把该做的事情 把它给做好 那这个才不会愧兑当初 支持我们的选民 所以目前的话其实暂时会先把这些事情 先告一段落之后 那下一步有什么规划 也会再透过 可能透过博伟本人的脸书 或博伟自己 他会跟大家来这个公告 所以共党现在 投靠莫雷修说 补选该要怎么样进行 要提名盐宽衡吗 还是要听听盐家的意见怎么样 因为毕竟盐宽衡 这次已经是站上火线了 之前我们对于他的一些检视 可能也只是毛皮而已 那接着如果是往深入去检讨 去检视盐家 那对国民党来讲 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变化呢 来 郭东哥 怎么看这样最新情势发展 我用比较简单的讲法 陈伯伟输到底是输在哪里 理由千百种 但是用最简单的是 他输给黑金 这么一句话就好了 这一次盐家赢的这样子 可是也被扒了一层皮了 后面如果还继续要跳下去选的话 那那一层皮可能再扒第二层皮 可是这一次让我感触最深的是 台湾民主化三十几年了 可是台湾的民主相当脆弱 一脱就破掉了 如果说台湾人民百分之八十 主张我们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但是一到险起的时候 就检验出来了 为什么不能像很多欧美的国家 那种民主化 整个完整的这样民主化 台湾没有办法 虽然百分之八十人民认为 我们是独立的国家 但是认为国家的大事是中央在管 中央在处理的 地方的选举嘛 是我们地方的 刚刚有人讲说组织动员 输在组织动员 开始选举以后 很多奇奇怪怪的名词 哪里有什么组织动员 那没有组织的人 其实不都问证了 纯参选了啦 组织动员讲难听一点 这是八条咖啦 这次五个险起 你刚刚 中央理刚刚分析给大家看 我一再提醒 陈伯伟在节目中一再提醒 你要会算票 你赢在哪里 你输在哪里 你要自己会算出来 严加的大饼杀戮 我已经讲了几次了嘛 跟陈伯伟在比的 在对决的时候 整个兵拳就杀戮的票箱 整个开起来倒赢五千票 的意思就在这里 当时你就要算 杀戮是什么 也被绑在那里 你们就要去打破这个东西嘛 是公庙太多 还是他的条咖 林里长很坚强 这个都是你要突破的点 你不能光靠 要苦刑 那个是空气票 空战 那是政治理念的人 我支持陈伯伟 我支持他 台湾独立 那是空气票 他真正在打地方上的是 这种黑金势力 跟他的条咖 白色有点 你就赢不了 这种单一选期对决 赢一票就是赢一票了 我不要贏你罪 我贏你一票就好了 我们江湖上都这样讲 我何必赢你一万票 我就赢你一票 我就赢你 所以民主选举 弱选跟被罢免 那是两种不一样的状况 那心情完全不一样的 当事人一定很清楚 你是用罢免的 你不是说我在 选举时我选输 我选举 没同 但是有点让人家觉得说 这种制度非常 韩国瑜被罢免 被罢免同意票是远超过 他当选市长的得票率 得票超过 那这次你看看 十一万两千多票当选的人 七万七千票就给他罢免 等于七成就给他罢免掉 那你这个制度等于是 当时在定这个的时候 等于是挖一个坑在那里 以后大家来照这样办吧 我把民主制度挖一个大坑在这里 所以让人家协议说 这个东西怎么对民主 有这样的缓冲 但是我为什么 刚刚第一次讲说 输在黑金 国民党跟黑金 再一次赤揉揉的绑在一起 给台湾人民看 过去 在李登辉执政的一段时间 因为黑金 决起是因为主流派 非主流派在斗争 拿黑金来打垮 这些非主流派 现在嘛 当时还有个好现象 就是跟中国那边是势不两立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国民党跟黑金 重新结盟在一起的时候 是中国共产党在那幕后 在那操纵 那事情又大掉了 如果我们的民主这么脆弱 这一次陈柏惠被罢免 最高兴应该是中国共产党 因为他看到你们的民主 就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在背后操弄你们操作 你们要资金 我丢钱给你们 你们要人力要组织 我替你们安排 这个就是我们的民主经不起 人家检验就是这样子嘛 国民党有什么好得意的 国民党你不过是死非不来 又为了你的政权 又要跟黑金 再继续延续下去 如果台湾人民还看不出 这次是十月左右 百分有什么百分成功 你才会看 这次比过去的黑金 我还没办法 更不一样 这次是后边 那个世纜刚才在吵架 你说你要怎么会贏 地方制度如果不把它打破 不重新练的话 那我觉得民进党政党 轮替已经到下三次了 这种东西如果还没办法消灭 以后人民就分清楚了 中央的三季 整个中央 地方的三季 整个地方 这个事情大条了 二零一八年的这个历史 又重演了 你怎么去防防止他 他们认为是国家大事 我只是中央让你们去做 我地方的你们都不要插 那时候整个县市 全部都是黑金 市力在控制的话 台湾民主怎么会挣见钱呢 3Q过后呢 就是年底的四项公投 又要投票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定调 这是倒阁的不信任投票 3Q之后苏朱两人 对杠百热化 年底的四项公投案 来迎这次请全党之力 锁定公投要定调 倒苏公投党大选再打 上演隔魁保卫战 那民进党如果今天 与其去下乡 到处去宣传 倒不如今天把施政做好 可能是民众比较关心的 如果施政做不好 12月18号民众一定会出来 投倒阁 不信任投票 公投是为事的决定 应该就事论事 当年国民党开放 复合国际安全标准的蓝牛进来 还揪团吃牛肉面 却把复合国际安全标准的蓝猪 描绘成为毒猪肉 这样我相信 美国人也不能接受 还说要亲美 就显得矛盾 无党级立委林昌作 也跟陈伯伟互相鼓励 因为他被点名 是蓝营下一个罢免目标 不要一开口 就是要搞抗中保台 不要一开始就搞意识形态 这样的立法委员 或这样的民意代表 一定会被罢免掉 为什么谈到中国渗透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要说一定罢免呢 你这样子讲的话 不就完全符合了中国的利益吗 林昌作直求反击 眼看他的罢免案 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要如何守住中正万华这一席 是台湾队的大挑战 我们看到在蓝营成功3Q之后 国民党的下一步是要做什么呢 全力拼公投吗 我们看到朱立伦他就说了 虽然对于这个罢林昌作 他是态度比较谨慎 但是蓝营怎么样看待呢 因为陈伯伟虽然被罢免 但仍然催出高反对票 蓝营内部对于罢场的成功率 是不看好的 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四大公投案 然后朱立伦是没有公开表示 力挺罢场 他是比较审慎 但是现在最新的讯息 中国媒体对于成功罢掉 这个陈伯伟之后 是非常的振奋来谜 这对于朱立伦来讲 态度有没有可能又转变呢 一开始他对于罢陈伯伟 也是保留 那后来不是全力罢下去吗 那现在呢 如果中国的媒体又振奋下去 那恐怕对他来讲 是不是另一种指示呢 非常非常的讽刺 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一直在强调 这个罢免前夕 那个中国的那个央视海峡论坛 他不是就全力下了四支箭吗 那从那个时候 我们就非常的好奇 为什么就是说 媒体已经在大篇幅的讨论 可是朱立伦怎样都不表态 好歹你也说一声嘛 这是我们国民党的家务师 关你什么事 他连这样子用力的批评都不敢 那从他接到这个习近平的贺电 一直到现在为止 你看就是只要讲到这个中共的话题 他都唯唯诺诺 都是都不敢表态 或是说不敢回呛 那大家都会认为说 好那你这一次 这个你这个罢免 罢免陈柏惟成功了 你是不是马上要去跟中国来表公 那作为你未来可以登陆 或是你可以做国共论坛的一个踏板 或是跌脚师 那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你第一支箭已经完成了 你后面三支箭 你确实是照着走嘛 包括他未来这个年底的四大公投 那林长佐这个部分 为什么他还没有表态 第一个因为时辰还没出来 你不知道林长佐的罢免时辰 是在公投案前还是公投案后 因为他还在 这个这几天才送交 他的这个第二阶段联署 还送交北市选委会 要审查之后才会成案 可是这些都不是原因啦 最主要原因是说 因为林长佐的这个胜算 看起来没有像这个陈柏惟 这么来的简单 其实几个理由啦 第一个林长佐他已经做两届 他已经是两届的立委了 不像陈柏惟 他只做一年九个月 根基还没知道 林长佐他已经做两届 第二届立委了 照理说他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选民 而且他两次都选的不差 他两届都八万多票当选 所以就是说他这次罢免 他要六万多票 那林长佐他在地耕耘 还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个啦 因为陈柏惟毕竟是激进党 激进党我们刚刚策略讨论很多了 那那个林长佐他毕竟是五党级 他可以选择用黄洁的模式 就整个跟民进党来合作 你要拼我就跟你整个对热战 我跟你拼下去 那再来就是说林长佐跟这个陈柏惟风格 还是有点不一样 就陈柏惟个性是比较激进 讲话比较重 那林长佐必须讲 他第一届的时候 就是比较有点像陈柏惟这样 可是他后来变风格慢慢的比较温和 他在论证上面比较理性 然后私底下做人也都还蛮 大家对他的评价其实都蛮正面的 那还有就是说你说最主要还是回到那一区 林长佐的选区是中正万华区 虽然你中正比较蓝一点军公教色彩 可是你万华区不要忘记 还是民进党大本营 虽然有些蓝营的朋友不以为然 说这是那个万华的事情 林长佐没有帮什么万华的人讲话 什么可是这都不是事实 林长佐自己上节目也讲过很多次了 当那时候万华被指责说 是什么发源地什么的 他马上就跳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又是对他的另外一个抹黑 那不要忘记了 其实疫情到现在也一段时间了 那当时疫情是整个烧 然后疫苗大家都在抢 可是到现在慢慢的你疫苗打的 大家打的越来这个次数越来越高 然后我们疫情又慢慢平和下来 我觉得这笔账 你要再去算这个辛仇就恨 我还是有点难度 最后要讲了 林长佐这个部分 你要想想看 在罢免陈柏惟是严家 严家势力整个绵密的动员 这个我们讲太多了 可是中正万华区是谁 中正万华区是钟小平 彤仲彦这些人 你看这个形象差太多了吧 就是我讲 连国民党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见 他们自己都起内吼 就我了解 他们很多人告到党主席 朱立伦那边去 就说钟小平又不是国民党的 那现在看起来钟小平 他罢免林长佐他自己要选立委 其实为了自己 彤仲彦其实也是 那你说这个 他们在地的议员 马上都跳出来 就说你朱立伦 那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外人来做收割 所以国民党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他意见就不一样了 意见还没办法整合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大家就讨论到 这个淮南市场的这个林盛东 可是林盛东 他已经出来讲了 他说要给林长佐一个机会 他也不会参加罢免的行列 所以你所有罢免林长佐的正当性 都不存在 所以当然朱立伦 他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不会这么快就表态 所以我们也可以比较出 这个台中二选区跟台北的中正万化选区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来杰明哥 怎么样去解读朱立伦下一场的这个动作 国民党会适可而止吗 还是趁胜追击 特别还有中共可能在背后下指导棋 现在其实国民党是 父子骑驴 怎么做都不对 因为现在第二阶的已经送交了 而且人数是超过第二阶所需要的门槛 所以中选会应该是会开始同意要进行罢免 那要进行罢免的时候 你说朱立伦不参与 这件事也怪怪的 那你说朱立伦参与 那公投才是现在他最重要的一个战役 所以现在朱立伦两难 所以你给他回答一句话 真的回答 你不回答还好 你回答我就觉得 你是在说什么呢 因为原本朱立伦在选后的时候 他是要决定定调 就是要做四大公投的一个对决 那对决的目标是要拉下这个苏贞昌 这个叫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叫做内阁的一个不信任 当然苏贞昌直接回忆一句话 那个信不信任是立法院的问题 不是公投的事情 所以朱立伦身为曾经是立法委员 也曾经是国民党的这个副院 刑政院副院长 竟然不了解 所谓的不信任这部分 应该是由立院来去执行 不过没关系 他们要怎么去污蔑 怎么去污蔑这样的一个公投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怀疑 但是他露了一个嘴 就是我刚才讲说 其实中国基本上是对于陈伯为 这次被罢免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知道国台湾最近的 这个声势是美旷日下 台湾人讨厌中国的比例 是在增加当中 这没有机会能够把手伸到台湾 那么我们说严清彪家族 是帮了中国的一个大忙 但是里面其中最重要 就是我们说的抗中保台 刚才你看到朱立伦说了一句话说 如果你这个就是那个 我们说林昌主 你在说什么的时候 我就要把你罢掉 任何抗中保台的立法委员 我都要把你罢掉 这很清楚了 朱立伦讲的 朱立伦是怎样是 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你说出这句话 他是警告那些抗中保台的立委 他国民党都要罢免 那你就是跟所有年轻人对决 你就是跟所有40岁以下 甚至我们说45岁以下 年轻人全部对决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朱立伦自己本身 他在这次的成博 罢免完之后 成功完之后 他其实还在思考一件事情 我个人认为 除了思考四大公投之外 他是在观察对中国的一个看法 我怎么说来看一下 他确实有压力 来我们看一下 中国时报怎么说 中国的刚才国东有说 是对政府投下了不信任票 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把 一个只有七万八千票的 一个投票的结果认为是对 整个政府不信任票 已经上纲到政府了 我以为只有这一张 就不是 第二件事在这个联合报的消息 也是这么说 这个3Q是造成绿内伤 蔡不破脚也破皮 也是攻击蔡英文 但是陈柏惟说什么 蔡英文总统是台湾的大队长 意思说这是抗中保台里面 最重要的一环 就已经动作这样子了 所以朱立伦你是在跟中国唱什么贺呢 好那我们这边其实有两个观察重点 第一件事情 其实接下来要重点的事情 应该还是规定 还是在一个关键点 就是四大公投才是一个主战场 决战点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冷战这回事了 当时韩国瑜为什么决定冷战 是因为他已经看到 高雄人基本上是全面讨厌他 他在热战也没有用 所以他宁愿就是学会 就是先说起来 当然最后结果事情是罢免的票 果然是多于他得票数 但是我们回头一件事 过来这几次的选战 我会想黄杰那是热到一个可以 那陈柏惟是因为我们之前 有跟他同台 我跟他的这个 这个激进养的同事说 你们再冷下去 一定会被罢掉 你们要热 而且要是强力攻击 那当然这个情况下 其实说真的 后面他是稍微热 但没有那么热 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次 我很开心是民进党决定要办 上百场的这个全省的讲座 全台湾的讲座 这是正确的 现在没有冷战 只有热战 政府应该要 上次的公投案 就是太冷了 最后公投都过了 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针对国民党夹中共的势力 你绝对要热战到底 第二件事情 我因为今天要谈到公投 因为公投将来是一体 很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太重要了 其中有一个就是 所谓的反萊猪这个案件 我这个公投从减合适 这是太无趣了 那珍爱藻礁 我觉得这台湾是 缺点的问题 自己来决定 可是你反萊猪这边 你朱立伦要表态 因为第一点 我们现在根本 萊猪没有进来 第二件事情是 反萊猪下的动作 是辅导食品吗 那我们是不是要加入 CPTPP呢 中国最希望的事情 就是我们反萊猪 就是反辅导食品 就是不要加入CPTPP 朱立伦这个事要表态 你非常要表态 因为我们基本上认定 你朱立伦跟中国的关系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微妙 所以简单一句话说 朱立伦现在已经成为 大家所关心的标的 那么他们说一句话说 这一次呢 之所以陈伯辉被罢免了 是因为沉默的螺旋 产生了蝴蝶效应 那我要反过来说 这一次陈伯辉真的被罢掉 相信有更多45岁以下 甚至50岁年轻人 他们是沉默的 他们恐怕也会站起来 反对公投 所以我认为 苏贞昌蔡政府 针对这个公投 不能小叙 那至于说这个 就是我们 万华的这次的罢免 那是朱立伦的课题 我看朱立伦自己心里也毛毛的 从这样讨论下来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国民党的策略 已经是非常清晰了 朱立伦都说呢 不要开口就意识形态 不要抗中保台 国民党就是要给你罢免 所以这是公然跟台湾的主流民意 跟年轻人为敌吗 来于将军怎么看 国民党已经是 图穷比线了是不是 再来四项公投 也是针对所谓的不信任投票 那等于是没有任何政策 讨论空间 摆明了就是要对干 就是要拿下政权吗 其实让国民党建好就收 是不可能的事 绝对不可能 他们现在就是要把每件事 把他的所有活动排满排好 一直把他延续到2022 这是国民党的做法 因为国民党这个组织 跟一般的组织不一样 他只要一冷掉就懒散 那所有的公务员特性都出来了 回去上班了归上班 然后回归平静的生活 整个组织会涣散掉 所以朱一伦很清楚 朱一伦当过党主席 他非常清楚 国民党这个组织 只要一没有事做就涣散 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给他事情做 那为什么呢 林昌组的事情叫做 箭在悬上停不掉了 他10月9号的时候 钟小平他们已经送过去了 三万多票 已经三万多个联署数 罢免他只要六万一千票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他心中有底气在 你第二阶段就已经拿到了半数 拿到三万多票 那离他罢免并不远 所以朱立伦不会停的 林昌组这个罢免 他一定要走下去 但是我说走下去 对国民党来讲 他是赢了面子 输了理智 因为你就算罢免掉一个立委 你这一区最主要是 你国民党能不能拿回来 才是重点 那如果说未来 严宽恒在台中第二选区 这一区如果没有赢 你这个罢免不是白玩了 你国民党没有多一席 白忙一场 你白忙一场 好那你 中正万华了 对中正万华 林昌组连任两次 对他连任两次 其实国民党 对于中正万华这一区 他是个痛 因为连续被林昌组 打败两次 所以欧帮你打掉之后 把你给这个罢免掉之后 谁来选 所以国民党现在就出现了 好啊你罢免林昌组 请问你的候选人是谁 钟小平吗 钟小平 他就讲 钟小平又不是国民党的 所以这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你不要赢了面子 输了理智 你最后你要在立法院 夺得更多的席次 你的政党才有力量 另外我再讲到一点 到底是国家的稳定重要 发展重要 还是政党的发展重要 我觉得这点国民党要想清楚 未来我们要进入CPTPP 这个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组织 如果你在莱猪方面 你在辅导食品方面 你走的是跟人家对干的 这种态度这种方向 你要怎么进去啊 那进不去之后谁吃亏 你认为如果你因为这样 赢了 这是所谓的不信任投票 你赢了不信任投票 你赢了 然后输了国际 你赢了国内输了国际 那请问你没有整个国际态势 你没有整个台湾向外拓展的态势 你2024朱立伦 就算你拿到了国民党的这个代表权 出来选总统 你后面要怎么赢得这场选战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那个眼睛 真的要看远 我们人年纪大了 年纪轻的时候 看打漫画玩电动会近视眼 年纪大了要拉远看 为什么 宏观啊 宏观啊 老花眼代表宏观 你觉得国民党现在有吗 有宏观吗 眼睛都很好 只看眼前 拉得越近越好 所以你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抓到眼前那块肉 然后把它吃掉 吃掉之后呢 你整片输掉了 你输了一整片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 现在他没有办法 他现在是已经被牵着走了 我认为朱立伦 他并不想把整个国家 整个这个国内搞得这么样乱 我不认为这是朱立伦的态势 可是他被国民党这群深蓝牵着走 他已经无法踩刹车 你觉得他被牵着走 皮膜破了可能就没啥 所以他也只能跟着走 他只有跟着走 但是我也希望朱立伦做一些事 如果你要跟着走 没有办法 因为你当了党主席 你是不是从里面借力使劲 你做个转环 你趁这个时候跟民进党 做一个协商 未来整个台湾的政局 要怎么稳下来 因为这样再乱下去 最开心最舒服最爽 最拍手是谁 国台办 国台办在这个习近平面前 哇有足的面子啊 对不对 我把林昌佐罢 林昌佐可能也会罢掉哦 陈柏惟罢掉了 下个就林昌佐 然后四项公投 苏仁昌也可能会被不信任哦 你看国台办多有面子啊 国台办多有面子 国台办有面子 你国民党也拿不到好处 他不会想到你做些什么事 因为你没有办法重返执政 你没有办法在台湾 重新拿到执政权 那个国台办 根本把你当成一个小配角 所以国民党拜托 看远一点 看国际观一点 赢得大选 你才能治理国家 所以当前的态势是 国家稳定 重于你政党的力量 但重点在于朱立伦 有把国家摆在 政党利益的前面吗 还是政党利益 才是最主要的呢 来正好 现在朱立伦 有任何踩刹车的 那样的蛛丝马迹吗 还是说他已经讲了嘛 权力备战 就是年底的四项公投 包括重启核四 反莱猪进口 公投绑大选 珍爱藻礁 每一样都是在操兵 每一样都是在为 国民党在打造战场 我觉得公投跟林昌佐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而且整个状况也不一样 胜率也不一样 然后朱立伦冷热的态度 也不一样 看起来国民党 会专注在公投这件事情 那国民党在处理公投的时候 我觉得很巧妙一点 是说他把定调为 对于民进党的 不信任投票 照理来说 这个公投应该是要 进入到政策议题来讨论 这不是选举 那有吗 没有嘛 他不是说吗 要对苏贞昌 以民进党政府的 不信任投票 对吧 把它简化成 对 是非二元 但有没有用呢 其实有用 因为你记录到细节 因为其实坦白说 选举是这样的 比如说假设 陈柏惟跟严宽 两个人选举 他会比较两个人喜好度 他不是单纯是政党 或是政策部分 可是公投 他是一个命题 台湾需不需要 核能地市场 发电厂 对不对 我们台湾需不需要 让这个美国猪肉进口 他是一个政策性命题 可是他你把它简化为 价值观 意识形态 仇恨动员的时候 对于国民党来说 是非常非常容易去操作的 所以主点这样做的话 坦白讲 我认为是高招 可是重点来 对于民进党来说 应该要守住的东西 是什么的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反萊猪进口 坦白讲 核氏跟藻礁 就是两种发电的选项 对我而言 藻礁就是天然气发电 核氏叫做核能发电 我公开讲 对我而言 两个我都可以接受 我最不能接受 是藻礁那些环保团体 既不要核氏也不要找交 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因为电是需要的嘛 你总要给我个发电方式嘛 真的会影响台湾大格局 是反萊猪进口 那是台美关系的部分 台美关系这部分的时候 那台是动摇 国本事情 民进党要乐战 反萊猪这个才是要真的乐战 要跟大家讲清楚 这已经不是对民进党 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是对于台美关系 还中台关系的投票嘛 对但是对民进党的时候 恐怕已经没有选择了 没有选择 事项通通都要不同意 事项通通都要不同意 可是你最终一定要守住的是哪一个 你要考清楚嘛 你公共把大选 就算输了又怎么样 我了不起改回原本的制度而已嘛 对不对 可是萊猪这个输了 这个对于我们台湾未来 跟美国关系 那是非常大的问题 对 这第一个轻重缓急要搞清楚 第二个罢免林昌主 我坦白讲 我觉得没什么搞头啦 朱立伦人家说 他是政治精算师 他为什么对于这个 没有什么表态 很简单嘛 你有看过有哪一个 还在联署 然后同一个阵营的人 就暗邻互相控告 对方是假联署 这个东西在国民党发生 而且两边我都认识 两边都好朋友 这是闹剧吧 闹剧嘛 变成闹剧 这是第一个嘛 你还没有进入到河西的时候 就开始闹剧 第二件事情 整个中正万华区 就国民党几个山头 各自为政 互相都都有一些鸡鸡鸡拐的地方嘛 你看到四个人 钟小平 应小微 吴志刚跟郭昭炎 这些人都把定调为谁罢掉林昌主 谁就可以选立委嘛 哎呦 这太丑陋了吧 不是先天上 这四个人就合作不起来嘛 对不对 先天上就合作不起来 然后呢 像现在罢免成功两个 一个是中立 里面超级深蓝 另外一个是中二选区 里面严加是超级山头 这四位也没有这样的条件 中正万华区也没有这样的状况 再加上现在连同仲燕都进来缴货 里面在搞什么东西 所以说 林昌主我认为是相对安全的 可是公投也有先后顺序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反萊猪公投 我觉得这是核心中的核心 的确 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 真的是一场一场硬仗 钟小平其实某种程度是一头热 他一直希望在这一区里面 可以有选立委的机会 可是他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说 国民党中央从来就不喜欢他 所以他本来想要选台北市议会的副议长 然后也没得 就是没有人要挺他 更何况 如果你要在这一区搞罢免 你是严加吗 你有严加的实力吗 你先奠奠自己的精良吗 那所以党会跟你这种 没有像严加这般实力的人 聊下去拼了劳命就挺你 钟小平这个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好笑 就是钟小平 我觉得这个的确就是 比较像是为了个人 然后逼着国民党要跟上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这样子的迹象 毫无正当性嘛 对对对 那可是我觉得四大公投这件事情 对于朱立英来说 他是认真的 他其实在还没有选上党主席之前 就一直在讲四大公投这件事 然后并且他把他拉高层级 成为一个隔魁的信任投票 就是我完全不管你内容上面的政策辩论 我只是把这个调子拉高 变成一个要求隔魁下台的信任投票 这个纯政治性的议题 那这个东西当然对国民党来说 打这个仗会比较容易 就是说他会让所有对于内政不满的 对于民进党执政党的任何一点点事情 不管主题是什么 我通通透过这一次的公投来宣泄我的怒气 好啦那所以你朱立英要冒的风险是说 如果公投是被你这样操作的时候 你2022还有地方县市长 所以当人民的怨气怒气 已经被你高度动员了一次之后 那你2022是实实在在的地方选举 所以你必须要有所取舍 不会说你国民党好到说 哇通通连战接结 连战接结 每一场怒气一发再发 一发再发 然后全部都是让国民党得力 我觉得这种政治算盘就有一点可笑 太过如意算盘 对这个如意算盘 再来困难点是在于说 如果你打成一个政治对抗的高度动员的话 民进党最在行的就是这个 就是你把层级拉高 好政策面当然会去做宣传 可是如果你要做政治 政治型的这种 这种意识形态对抗的时候 我不认为民进党是弱者 所以民党靠这起家的 所以如果 如果你要打这种高度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郑重民进党下怀的味道 主流民党站在哪一边 是是是 那所以民党可以回攻的很多 民党现在满意度多少 民党的经济成长率多少 民党的防疫全世界排多少 说这些东西都每一个 其实都可以作为你反制你朱立伦 高调政治性对抗的这样子的理由 然后他今天早上的访问 我也有意见非常的多 说任何搞抗中保台意识形态的立委 就一定会被罢免掉 这是什么东西 抗中保台叫做意识形态 讲事实不可以 保台的人要被罢免 这是你朱立伦的逻辑吗 我们不要汇集记忆 这一次成本被罢免 对民进党是一个很大的警信 他的警信是什么 因为你的改革脚步没有换快 没有改 没有真正让人民 不要讲组织动员 我再提醒当时民进党参与的时候 有什么组织啊 全部都是台湾人民自动自花的